今天是2022年1月13号 今天如果同意台湾了吗? 快了 今天是2021年1月13号 今天做过同个台湾没有? 快了 Today is January 13, 2021 Hashana will find the Taiwan today Reby soon 在1月9号 蔡英文的推特他是这么写的 I look forward to welcoming US Ambassador UN Candycraft to Taiwan next week Your visit mark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the US-Taiwan partnership and highlights that Taiwan can help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也就是说蔡英文非常期待欢迎 Candycraft也就是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下周来到台湾 您的访问标志着 台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并且也强调了 Taiwan的确是可以帮助这个国际社会的 但是根据最新的一个报道 美国国务院称为了确保政权交接平稳 将取消接下来8天的所有原本外交出访计划 所以原定13日下午访台的驻联合国大使 克拉夫特的访台行程也被取消了 真的没想到蔡英文都已经做好了 欢迎克拉夫特来到台湾了 被克拉夫特摆了一道 其实克拉夫特也不是说他自己不想来 我觉得他是想来的 但是他不来的原因不是因为大家看到的 美国国务院想着平稳交接政权 其实不是因为最主要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美国的政府 他们这些政府官员也不是傻子 因为如果真的克拉夫特去到了台湾 你相信阿贡他不会做出反制吗 如果真的克拉夫特去到了台湾 阿贡拿这个借口顺势的解放台湾了呢 因为现在的阿贡真的是非常需要一个理由 或者说契机要来解放台湾 如果现在美国当权者 让克拉夫特真的去台湾 阿贡也不傻的 如果真的拿这个理由来解放台湾 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是一个好事 现在就是可以实现中国的统一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 肯定就是没有好处的 对于他们的一个政府的交替没有好处 对于美国中美一个长久的博弈也没有好处 因为台湾现在就是美国的棋子 美国只要拿着台湾这个棋子 就可以一直来反对中国 来牵制着中国的长远发展 台湾这个棋子对于美国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只要台湾一天没有回归中国 一天中国没有实现这个完整的统一 那么美国就可以拿着台湾 长久的来跟中国反对 或者说对抗 实现自己美国的一个政治利益 或者说经济利益 又或者说军事利益 就拿着第一岛链来反制中国 让中国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发展了 所以对于我的一个想法来说 只要台湾一天没有回归中国 那么台湾人就永远都是这些美国人的走狗 因为大家可以去看 蔡英文的那个推特推文底下的评论区 有很多台湾人在得知之前 克拉夫特要来台湾访问的时候 很多人说很谢谢蔡英文做我们台湾的这个总统 维护了台美的关系 看到这些台湾人在蔡英文推特上面的这些评论 让我觉得这些台湾人真的非常恶心 我也不想把这些台湾人当成是我们的同胞 把他们当成是中国人 所以现在克拉夫特他现在取消访台 又再一次脱缓了中国的这个统一的进程 那么可能现在阿公要等下一次的机会了 其实美国的政客他们不傻 他们取消克拉夫特访台 并不是因为要这个政权的交替 有这部分的一个原因 但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只要台湾没有回归中国 美国就是一直拿着台湾这个旗子 来牵制中国的发展 来反对中国 来让中国不要成为最强大的国家 所以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那么也是希望阿公以后如果找到机会了 就要快准狠的出动来做出一些反制 那么顺势的解放台湾 真的不要再脱了 一天天的脱下去 这些台湾人真的不会再有中国人的这种认同感的 没有这种认同感 那么他们怎么还想着回归中国 回归祖国 对不对 虽然我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统一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再脱了 一天天的脱下去 那么一天天的这些台湾人就没有中国人的认同感了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那么也是希望拜登上台之后 新一任的美国政府可以多一点稍操作 让阿公把握一些机会实现解放台湾的这个目标 或者说实现解放台湾达到中国统一的这种伟大的愿望 好的 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我视频想分享的内容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